广州潘云丽江花园连续数日天降死麻雀 尸体总数已过百 因麻雀尸体上没有明显伤痕 令居民相当不安 翻译区动物防疫部门已将部分尸体带走进行化验 街道卫生部门也附现场消毒 云南省昭东市鲁垫县6.5地震 导致鲁垫县金沙江支流牛兰江出现燕色湖 天色湖阻断了河道 水位在一夜之间升了十几公尺 根据当地气象条件 每一秒钟燕色湖的库容量增加500到600立方公尺 5日预计水位最终会上涨58公尺 可能会出现溃坝危险 由虎鲁称号的重庆今夏热翻了 重庆年轻高温天气已经持续半个月 其中开线极段高温设施43.2度 加上降雨较常年减少 重庆大部分地区出现中等强度气象干害 4日发布今年首个森林火显红色预警 干燥的森林可能浴火就燃 加拿大一队在中国与北韩边境居住的夫妻 近日遭到中共指控 涉嫌窃取中国国家机密 目前两人遭到中国官方调查中 报道指出 夫妻两自1984年就来中国居住 并在2008年在丹东开设咖啡馆 新航亚太电视总理报道